走进台湾 带您关心台湾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松青 台湾政权进行事 我们今天继续来为大家揭发 台湾所谓的黑金政治 台湾的黑金政治 其实在每个领导人的时代 都有不同的发展 而今天我们节目 要大家来深入了解的是 到底黑金政治 我们有区分所谓的地方跟中央 这些到底地方有哪些资源 跟中央的资源又有哪些区隔 而这之间的不一样 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今天深入来讨论 我们介绍来的特别来宾 首先介绍律师徐国勇 徐律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周宁晃 宁晃你好 王庆大家好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其实对于台湾这种黑金政治 我们之前也谈过了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 要来深入了解 其实黑金政治里面 非常有趣的是 大家都会认为说 其实从两讲时代 其实是一种地方帮派的扶植 但是这些所谓的黑金 是很难进入所谓中央体系 但是曾几何时 这些地方跟中央的利益资源 是什么样的挂钩在一起 我们要先请教一下律师 这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是 到底这个黑金 跟台湾的政治之间 有一些很复杂的一个关系 但我们来从地方来谈起好了 到底黑金在地方上 它能所谓的利益瓜分 或是所有的利益的来源 到底是哪些 有的政权 为了要巩固它的政权 它就会跟黑金 就会有很紧密的关系 所以以美国来讲 我们大家曾经说 黑手党是不是跟调查 他们的CIA啊 甚至有人怀疑说 以前的服务佛 CIA的头头 国家的总头头 好像跟这个黑道 有一些挂钩等等 在提到这些大家怀疑 所以说表示一件说 黑金其实是 整个民主政治里面 很难去切割的 都会存在的 那甚至在极权国家也有 以前像俄罗斯 还不是一样有黑金 也有黑道啊都有啊 不可能没有嘛 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 划定说并不是台湾特有的 那只不过在某一个程度说 这个黑金应该是在台面下 不应该浮上来 可是在台湾某一些政治体系里面 好像发现黑金浮上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去想 其实在两讲时代 黑金都存在 但是存在它不敢浮到台面上 也就是说 我们看不到黑道 进入政治圈里面 所以现在在台湾里 都看到说 好像每一个民意团 民意机关里面 都有 曾经有黑道背景的人 在影子在里面 这一些人竟然变成了 中央的民意代表 变成立法委员 甚至变成省议员 变成县议员 还有呢 更是最多的竟然是在整个代表会 所谓乡镇市的这代表会 里面好多曾经有那一种背景的人 进入到这里 这才是大家最担心的 因为他们进入到以后都产生很多 利用他的职权 然后去影响到治安 这才是我们大家要去注意的 那台湾的黑金在整个的 如果说以地方来讲的话 那最主要就是 还是土地 土地其实是最大的一个利益 那当然土地最大利益 另外就是有一些所谓 我们见不得台面的这一些 可是人性又很难去撇开的 就是赌跟涉 那涉情行业在任何国家 都不可能没有 那这一部分 当然就有黑道的问题 那这个黑道如果说有权利的人 他利用能够制约警察的预算 然后甚至制约警察的申签 那么让警察去对特定人取缔 跟对特定人不取缔的话 那这个利益就不得了了 那这个也就是黑道 进入到民意机关里面 去影响最可怕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就是赌 我们刚刚讲涉 那还有个赌 赌就是台湾曾经电动玩具业 当然开放了以后 可是所谓的开放 那大家还是会赌 那就会去换 所谓的私底下换筹码 可是换筹码这一部分是违法的 玩怕进口玩什么 这个玩电动玩具是合法的 那在合法下面的这个非法 他要不要去抓 如果要去抓的话 那这一家就开不下去 不去抓的话 那这一家就可以赚大钱 那就是这样在玩 那这个玩的时候也要靠警察 哪个地方要去抓 哪个地方不去抓 那大家眼睛是血量 那为什么 因为背后一定有所谓的名义代表在 后面在支撑着 所以变成说 曾经发生过最可怕的就是 在屏东 竟然发生过议长 一个议会的议长 他不但控制堵塞 因为他可以控制警察 甚至当场叫警察下跪的也有 当场警察就给他一巴掌了 那警察不敢怎么样 那像这一些甚至最后当场开枪 但是引起人民的愤怒 这个事情才解决掉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 我们要去 真正的民主国家 我们要去关心的问题 其实在所谓的黑金政治 黑金政治里面最害怕的就是 黑道的分子浮上了台面 掌握了政治力 而去更深入的影响到 所谓的这种堵根色 但是我们接下来来谈试 其实地方上有很多 所谓的大家认为 是在体制里面的一些系统 包括一些人民团体 所以我们这边做一个整理 其实我们发现 包括台湾非常有特色的 包括农渔会的这个部分 包括水利会的这个部分 其实它里面照理来说 渔会或农会 应该是农民的需求 或是渔民的需求 所成立了一个人民团体 但是在后来 为什么会衍生出来说 其实它跟黑道是有关联的 其实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时代 就跟黑跟金 就脱不了关系了 可是国民党来台湾之后 因为它是少数统治多数 因为国民党来的是少数 台湾人是大多数 你怎么去少数统治多数呢 很简单 第一个方法就是 利用金跟权 权力的权去控制台湾人 因为这个是人性的弱点 谁不爱钱 谁不爱权力 这是人性的弱点 另外一个是分化 所以你如果了解台湾的地方政治 你会发现 台湾几乎每个县市都有派系 它绝对不会有一个县市 是没有派系的 它为什么划分派系呢 这些派系都是台湾人哦 可是他就是把你的 假设说我这个县市 我国民党党部 我只能控制三层的力量 另外七层我把它分成三份 那你们谁听话 三层加上你的两层 就是五层就是过半 所以我就可以取得统治权 那你讲到这些所谓体制内的 其实最让人家诟病的 大概就是所谓的 农天水利会跟农渔会 就是水利会农会渔会 这三个单位 为什么这三个单位 会最让人家诟病了 因为都跟钱有关 那农会有信用部 渔会有信用部 那早期的农渔会的信用部 我们知道台湾的银行体系 正常的银行体系 它早期受财政部的监督 那现在当然是有一个 金管会在监督它 所以基本上台湾的银行体系 比较稍微比较健全一点 可是早期的农渔会的信用部呢 它不受财政部管辖 农会信用部受谁管辖 受农委会管辖 渔会呢也受农委会管辖 那我们知道农委会的专业 不在于银行业 它不在金融银行业 所以早期的农渔会信用部 是一堆烂账 随便讲一讲 就有一堆农渔会的抄贷案 现在都跑路 跑到其他地方去的人 当时这些呆账都是这样造成 那为什么大家想说 也许注意台湾信用部 你会发现 每次农渔会那个总干事 或理事长在改选的时候 又开始有人开枪了 是 这也是就让大家很不解的地方 因为它牵涉到利益太大 你知道吗 一个农会或渔会的总干事 我们不要讲理事长 我们讲总干事就好 总干事是领薪水的 他当然是理事长聘请 就是理事长的人 总干事随便他手上可以决定 比如说今天你松青 你这个有一块田 我是总干事 你要来跟我抵押贷款 你的田明明只值500万 但是我是总干事 我有这个权利 我可以批贷给你2000万 贷给你5000万 有这么大的一个权限 但是跟我的土地价值 多少是没有关系 那你万一你出状况 你还不起的时候 好拍卖 卖个300万 那假设我带你5000万 那剩下4700万怎么办 变呆张 那请问我带给你5000万 你要不要一点意思意思给我 那要不然我干嘛 带这么多给你 这个我只是随便举一个 最简单一个例子 所以任何一笔的贷款 其实总干事的权限就很大 那更不用讲到理事长 所以我们发现台湾过去发生很多案例 很多农渔会抄贷的都是谁呢 都是理事长跟总干事自己在抄贷 他就是随便拿一些土地一些房子 你没有值那么多钱 然后就从农渔会的信用部拼命挖钱出来 可是大家注意哦 那个钱是谁的钱 那个是农渔民辛辛苦苦 很多今年哪月积下来的那种血汗权 辛苦权 甚至是拿命去换来的钱 就这样被这些人给搬光 所以为什么到后来农渔会整个的黑金的结构 会引起台湾人民一个很严重的反弹 其实它的真正关键的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继续请教律师 其实这里面所衍生出来的利益 像刚年黄所分析的是非常非常大 可能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但是我们也发现了有一些案例 过去一些案例 也因为这些农渔会 甚至是水利会的一个利益 所造成的一个很 大家很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就是桃园 曾经是桃园县长的刘邦游学案 那时候是震惊台湾 这件事是不是跟所谓的 这体制内的利益是有关系的 其实我是觉得跟水利会有关系 那跟农会也有关系 那为什么 因为大家想说水利会 那只是灌溉的有什么利益 对 不要忘记啊 灌溉的收了这些征收的费用 政府补助的有多少钱 这个还小钱 这个只是说你偶尾开 让你去花钱 那吃吃喝喝那小钱 吃吃喝喝那只是你个人快乐而已 那个还小事 它最可怕的是在土地 水利会只要它的水沖 灌溉水稻 经过的地方都是它的地 大家先想清楚 那这个地有多大 好 那大家想一下 台湾因为工商的发展 那么种田的越来越少 有一些灌溉的用地 还需不需要就不需要 第二个因为科技的发达 以前也许需要十条水路来运水 现在不必要啦 再加上现在的整个的工程就做得更好 以前的水利可能 这个水过去 从这里输送到那里 剩下50% 现在可能输送到那里 就剩下80%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变成有一些钢筋水泥的 这一些灌溉渠道 那换句话讲 一条钢筋水泥灌溉渠道完成 或者寒管完成了以后 那其他的这些泥土 还要不要 不要嘛 不要在干什么 就可以种田 又可以出租种田 然后出租呢 那还小事 因为都市的发展 譬如我举个例子 新北市的中和永和土城 请问这些地带 当时都是什么 都是农田 都是灌溉水稻 这些灌溉水稻 后来农田也要盖房子变建地 这些灌溉水稻也变了建地 因为水稻废除了嘛 他只要一封信去问说 你这个水稻还有没有用的必要 没有必要 都市计划一化 水稻就变建地 本来是行水用地就变建地 那变建地 请问那个建地是谁的 水利会的 水利会建地干什么 留了那么多建地干什么 那当然要盖房子 盖房子水利会会不会盖房子 也可以自己盖 但是他不会自己盖 一定是卖给建商 那卖给建商怎么卖呢 为什么你是建商买得到 他买不到呢 这第一个 大家想一下 那里面有多少的利益 我为什么卖给你 怎么卖给你 那他想一下 然后再来呢 因为他水稻这样的跑 水路不会是直的 所以有弯弯曲曲 就会产生很多机灵地 一块机灵地像报纸这么大 对不对 这么大的精力有什么用呢 没有用 但是如果旁边有一块地 整整齐齐要盖房子 你这么一块地在这里 他说你跟我一起盖好不好 不好 不好他的建筑 这个建筑线就要退缩三公尺 那他盖出来的房子就歪歪去去 不好看 也卖不好价钱 那你这块卖我 卖我那水利汇水利用地是什么公家的 那我们就按照公家的规定 按照公告地价加四成卖给你最多了嘛 真的只有这个价值吗 不是吧 我们的市价可能是公告地价的好几倍以上 那请问按照这样子卖给你 那建商不赚死啦 建商当然赚 可是能够赚死吗 不行 要分 那分给谁 有权利决定卖给你的那个人 可能就分得到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 如果大家想一下说 刘邦友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而有来杀身之祸 因为他可能给谁就会得罪谁嘛 那刘邦友在当县长之前是省议员 也当过县议员 他更当过农田水利会 跟农田水利会的关系 非常密切也当过会长 后来接他的会长一个姓徐的 整个那这一整个承接下来以后 那大家想一下说 那个利益土地要释出有多大的利益 不得了 现在整个中永和的房子 已经有多少是桃园水利会的用地 大家想一下 所以刚刚律师所提到的 由水利会所衍生出来的利益有多大 是留给大家非常多的想象空间 而刘邦友血案 似乎也是这个所谓利益背后的一个悲哀 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刘邦友的小档案 刚刚律师也谈到 他其实是国民党籍 曾经任过桃园省议会议员的两届 后来他是县长又兼任水利会的会长 这边就有玄机了 所以后来他的血案 那时候为什么会震惊台湾 是因为有人开枪禁了 有人带枪禁了这个所谓的县长官邸 那时候枪杀了哪些人 枪杀了 机要秘书司机警卫帮拥 县议员卫生局的官员造成八死一重伤 很多人都说这就是水利会利益的一个 所谓的最佳的写照案例 而我们看到的这些所谓的地方上的利益资源 是如此的庞大 那中央呢 中央所谓的中央跟黑金之间的挂钩 而造成的这些资源到底还有多深有多大 我们稍后回来再来讨论 早进台湾带您关心台湾市 台湾政权进行事 今天继续跟大家谈的是台湾黑金政治 台湾的黑金政治我们分两大区块 所谓的地方利益跟中央利益 所以我们继续要来谈 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地方上 到底包括台湾特有的这种农会 渔会水利会的利益 刚刚两位来宾分析的相当的清楚 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回到中央体制里面 中央体制其实正常的这些运作里面 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么多 跟黑金的一个挂钩 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 其实呢很多人都说 中央资源到底有哪些 我们继续请教夏律师 其实很多人都说 中央资源我们刚刚谈到的是地方 那中央应该更多 因为它管辖的范围应该更广了 土地跟金融是中央最大的一个利益 那这个利益是不得了的 因为只要控制金融 所有的工商就被控制了 你要盖工厂要不要借钱啊 盖工厂不可能说 你要一亿的工厂 你就一亿的资金 不可能嘛 顶多来个三千万嘛 其他七成要贷款嘛 那你就要金融 所以早期的金融 它控制了所有的工商业的发展 另外一个那土地 你工商业要发展也是要土地嘛 所以土地它还控制 那土地尤其在什么 所谓的都市更新 都市计划 还有包括农村的整个更新计划 这些通通包括 像农村的重划 农村的重划利益也是不得了的大 然后再加上都市的重划 那这些都是中央的权利 那这个一出去的话 那它就可以控制很多的利益 那么好了以后另外就是说 包括说那地方本身的利益就可以 我如果只要小利不要大利 我就不甩你中央 错了 中央还是控制你一切 为什么 因为它掌握到所谓的提名权 你今天县议员的提名 你如果说县里面的土地 县里面的都市更新 那总可以不甩你中央吧 因为我们大家如果 中央地方分权的话 那可是呢 我掌握你的提名权 你今天想要在地方 分一杯根的时候 那你要选得上啊 你要选得到县长 选得到乡长 选得上县议员啊 提名权在谁那里 提名权其实还是在中央 也就是国民党是用中央党部长 手就伸进去就整个控制了一切 所以事实上中央虽然看起来 只有好像只有土地跟金融 但是我要跟大家不要忘记 金融是一切工商业之母 只要把母鸡抓住 他要下多少蛋 蛋要给谁 他就全部控制住了 这就是整个中央厉害的地方 所以我要提到一点说 其实大家讲说这个黑金后来会浮荡 有人说是李登辉当时代 黑金达到了顶点 那在两奖的时代 黑金存在可是不敢冒出来 在李登辉的时代冒出来 不过我在这里也要替李登辉讲一句公道话 大家想一下 两奖时代为什么不敢冒出来 那是在集权统治啊 李登辉统治以后是迈入民主时代 是开始用选的 那既然是用选的 所有的每个县市的领导者都是用选的啦 不可能是在让你说你指派谁谁谁 那既然要用选的 那大家想一下 那李登辉都能够控制一切吗 也未必啦 所以再加上下面的一些当时的一些势力 所谓的主流非主流 对李登辉是在 是有一些冲撞的 在这冲撞里面 各自就会去找一些能够支撑他的力量 那这个支撑的力量就黑白都会找 所以为什么会达到顶点 就是因为进入民主 很多什么监听什么又不能来啦 什么用枪去恐吓人家不能来 所以黑道就出头 其实在整个这个所谓的利益分配里面呢 应该有所谓的这个脉络图 我们这边做了一个整理 要请你看一下 包括呢很多人都说 所谓的中央黑金贪腐的脉络图是如何呢 包括刚刚律师所提到的 是由中央有所谓的政党 来掌控民代 掌控地方利益 而地方利益包括哪些 包括了选举时候的所谓的装脚 以及所谓的黑道 这之间的一个脉络 可以跟大家更说明清楚 其实你中间大概还少掉一环 就是在政党跟掌控民代中间 你一定要有一些 具有行政权力的人要配合 因为民代他只能顶多侃你预算 顶多质询 他没有真正的行政权 那真正的行政权掌握在谁手上 其实黑金挂钩 为什么要挂钩 是因为不管是黑的 或是很有钱的生意人 他在黑道上也许他影响力很大 大家都怕他 很有钱的生意人 他很有钱 大家都很喜欢他 可是他们都少一样东西 少一样权 所以为什么要挂钩 挂钩的用意在于说各取所需 这个有权力的人 我没有钱 好 那你有钱 你有求于我 那我们两个就一拍即合 所以中间一定要有一个行政 这个环节 那中央的部分 我觉得比较 他能掌握分配的利益资源就更大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些特许行业 什么叫特许行业 不是特种行业 是特许行业 比如说金融业银行 台湾现在虽然开放银行民营 可是我们三个都有资格开银行 我们都有100亿的资金 那为什么你徐国勇可以开 为什么你不能开 谁决定 恐怕不是只有财政部 因为早期是财政部 也恐怕也不是只有金管会能决定 那再举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用手机 有台湾有很多家民营的通信业者 那为什么每个人 大家技术差不多 反正技术都是国外移植的 那有钱都可以买到技术 那为什么执照给你 为什么我拿不到 那个当然这中间就有很大很大的学问 你到底条件要怎么谈 有什么样的利益的分配的各种结果 其实这个中间的学问真的是大得很 那我再举一个最近最夯的 大家再讲中刚好了 前几年这个全世界的钢材在大涨在缺料的时候 台湾因为中刚是台湾算是最大的钢材的上游供应商 台湾很多的他的中刚的中小游业者 台湾钢材原料买不到 有钱买不到 这个时候怎么办 拜托嘛 那拜托谁 这个时候你去找高雄市议员恐怕就没用 虽然中刚在高雄市 这个时候你就要找立法委员 甚至要找到中央级的官员 还要找固定的立法委员 因为那时候你也在当立法委员 以前225个立法委员 可能有办法进去的不到10个 所以要找对立法委员 那这10个是什么样的特殊关系 那一定是跟他们 要跟陈锋跟行政什么能够 像林律师这一类的 他行政还有立法 他都可以掌控得住的 可以砍你的预算 可是他因为行政又很好 又可以下去 像找我们这个就没用 我在当立委的时候 你找我绝对没用 为什么 我当立委连中刚的门都没进去过 没办法进去的 因为他甩都不甩你 甚至讲个难听话 中刚的董事长搞不到 不认识这个立委是谁 碰到我也不知道这是立委 他只认识那几个 曾经就有一个民进党立委 他就跟我开玩笑 他现在也没做了 他说他那时候选民服务 就是他的选区里面 也是有一个钢铁叶子 他买不到钢材 真的很急 那厂商一直逼他交货 他就没办法去拜托这个立委 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买五顿 那这个立委因为第一任嘛 五顿是 对他想说五顿 他也不知道这个数字 到底有什么意义 他说五顿 结果他就好吧 那我来帮你问看看 结果后来五顿是买到了 然后这个业者就很上道 就问立委说 那委员这个要怎么算 这个立委被问了一头雾水 什么东西怎么算 我是选民服务啊 你就买到就赶快去做生意啊 那其实这个立委他是不清楚 可是这个业者他很清楚 因为行有行规 就是五顿其实后来 后来这个立委他还知道说 原来五顿他以后再也不敢讲 因为讲出去很丢脸 人家一拿都是几十顿几百顿的 他拿五顿 所以像你说这个很简单的例子 不是说你有钱就买得到 你要你要透过一些有特殊关系的 那中间当然他就有一定的回算的 或者是说回扣的机制在里面 所以其实很多的所谓的黑金的挂钩 就是从这种很小的地方开始 所以我们最后请教一下律师 其实在这个很小地方的开始 这中间让我们少了一个就是有权势的 一定要行政的配合 一定要行政的配合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 其实在很多的一个环节里面 需要有权力又要有所谓的有关系的 那这个是不是并不是 譬如说你也当过立委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立委 大家的背景或各方面的一个状况都是一样 因为事实上人家想要说要去找 要去买钢材什么 他们知道要去找特定的谁 那我提到说那这些特定的谁 为什么会选得上 如果大家都不要去做这个的话 那这些人选不上不就很清 整个都很清廉了吗 那为什么会选得上 那也就是选举要花钱 还有呢可能地方上的一些问题 所以大家讲说整个的民主当然有它的缺点 这是民主的缺点 要去解决就是说 如何让这些所谓的黑 不可以进到政治里面 因为政治是跟众人是息息相关的 他如果真的进到里面的话 那所有的人通通受害 这才是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要去想到的问题 是 今天的节目呢 也希望给大家做个参考 来了解台湾整个这个民主的发展的进程 到底有那些的问题存在 紫禁台湾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今天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